大马交易所是一个非常大方派息的上市公司来的 它每年的派息是接近将所有的利润都分出来的 也就是说接近100%的payout派息分红比例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 0.93倍就是赚100块派93块出来 0.94就是赚100万分94万出来 然后1.29倍就是赚100万 但是它分129万出来 为什么可以出现派息多过 派息多过它今年全年的利润呢 因为它以前赚下来的老本 它可以拿老本来派的 以前赚下来的利润 当年没有全部分出来 对吗 前面那些年分了90%罢了 现在今年新的CEO觉得 给一下股东们一个回馈了 将以前的利润也拿出来分 大马交易所是绝对现金流很强的嘛 你会欠大马交易所的那个水钱不还的吗 你可以跑得到它的账的吗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大马交易所是一个稳赚的生意 然后绝对收得到现金 cash 绝对收得到现金 然后它又很大方派息 它又很大方派dividend给你 OK 每年过去五年里面的记录 差不多平均来讲是100% payout的 有些年分是给90%出来 有些年分是给120%出来 payout 所以也就是说我可以直接assume 大马交易所就是赚几多分几多的一个公司 那么我就可以在它身上secure得到每一年的现金流 也就是每一年的dividend 就等于你的这间property呢 一定租得出去 一定有人帮你租 一定给你租金的 对吗 所以如果你说有一间property啊 一定收得到租 那个租客常年都会给租的 那么你用多少钱买这个property 就是下一个重点 因为你能够用越低的价格买得到的话 你其实就锁定了你的租金的回报每一年越高 同样的道理来的 你的大马交易所如果你4块多买得到的话 我们看回去 大马交易所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在我们这样子看 大马交易所过去过去 这12个月里面派了多少dividend 过去这12个月里面 它派了27分多的每股派息 这个是dividend per share OK RM0.27啊 So 27分半这样子左右 因为为什么会后面有些数字 因为它的票数 total number of share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OK 好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现在 你现在9块多10块钱去买的话 你的dividend又就肯定很低了 你的dividend又现在才有多少% 现在才是2点多%吧 你现在用10块钱去算 你现在用9块多 你9块多买的话 你收到这个dividend 两毛多一年 假如它这样子派给你的话呢 那就是 2.75% OK but同学 你如果你的成本是在这个地方呢 你是在4-5月的时候买呢 你在这个地方买呢 你的cost平均是5块钱啊 如果你的成本平均是5块钱 So你的dividend 你secure了这个东西 就已经是一个5%多 已经是一个超过5%的股息 超过5%的dividend OK 比你的FD啊 可能比你的FD已经高一倍了 And 注意一下 它如果每一年都维持派息 如果每一年都维持派息 而且是100%的payout 你看到2020年 今年 2020年 同学们 我们来预测一下 这里我就够胆跟你预测了 我就可以教一教你们怎么去预测 dividend 你看啊 进入2020的财政年度 两个季度 大马交易所 已经公布了半年的业绩 这半年的业绩是 厉害的不得了 对吗 OK 这两个季度的业绩 比起去年同期 去年同期啊 四个季度前的 大幅度向上升 去年一整年 对吗 去年一整年 才赚了多少钱啊 我们看看啊 去年一整年 大马交易所的利润是 185个million 去年一整年是185个million 现在你半年 现在你半年 已经是184个million 现在你半年的利润这边啊 不是184对不起啊 150 已经是150个million 你今年的利润 半年已经等于去年的 大部分了 已经做了去年的80%了 所以你今年的profit 很可能是80%的growth 甚至是100%的growth 有可能 depends on下半年的成交量 多少 如果如果一个不小心 被我们这边猜对了 它的profit真的是会变成300个million OK 300多个million啊 直接就是翻倍的利润的话 如果它的利润会翻倍 也就是说 它的dividend 它的dividend 注意 注意 你4块多5块的话 如果 接下来的12个月 你获得的dividend 将会是之前一年的一倍 你的dividend 就可能是超过五角钱 and that's how you secure 10% above the dividend 这个就是为什么 看得到的人 就不会随便卖掉 他4块多5块钱 买下来的补杀 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 你看啊 做这样子的 你知道我刚刚在做一个什么东西吗 我们怎么去透过一个公司的生意 模型 它的nature of business how unique 这个生意是 它的生意有稳到什么程度 对吗 稳到08、09年都照样赚钱 然后又年年 平均100%分红给你 然后现在发生着的事情是 它的profit 已经出现半年的情况 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向上升 是80%的升幅 或者100%的升幅 这个财政年度的profit 就可能会打不好 so如果它同样是100%payout dividend的话 或者它今年不payout 可能明年payout 我不知道 你如果等到它真的是全年业绩 比去年恐风增加一倍 它的又是100%payout 它一定会有 比去年高很多的dividend 所以你的成本是四五块 四块多五块 你的dividend一旦超过五脚钱 你就是来一个十几%的股息了 所以你在四块多五块买的补上 你一下子就收到 你的所有的投入的十几%的dividend 买入的第一年就log in了double digit的dividend了 这个不是梦想来的 这个是可能正在发生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东西来 我之前跟你们讲过 dividend是怎么样变double digit 然后你就可以generate越来越多的free cash 对不对 然后再去投资 这个是one of the way 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双手 在股市里面建立财富的 那你这个double digit的dividend 在第一年的时间里面就做到了 你为什么不能够卖 为什么你不应该卖 你想通了之后 你就觉得我买在这塞流啊 因为你的成本如果是 Let's say五块钱 它今年2020年真的给你派息五脚多 你的持股成本马上打低 马上跌到四块半以下 你的真实持股成本 因为它派dividend给你 对吗五脚多 直接回本了 回到你的pocket里面了 对吗 我买了五块 现在你突然这样还给我五脚分红哦 所以我的holding cost就变成四块半以下 所以四块半以下 明年明年只要它继续派四脚多给你罢了 你就another another 10%的dividend 再多一年 如果 接下来的一年 大马交易所的股息再增加到六脚钱 如果啊 如果增加到六脚钱 你的持股成本已经变成了四块半 再收一个六脚钱的dividend 多少发现 这个就是它每一年都可能会变化的 你收到的dividend的那个效应 很多人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从来不做long term investment 你从来不buy and hold because你都不知道这个资产值得你hold hold了之后会出现这么神奇的 原来我hold一年时间就可能double digit dividend OK 你们每次就是手套股 这样你可以买吗 我买了下个星期 它涨10%我就走了 所以你就是这么的短的 在做的这个短线的交易 你是没有办法体会到这种被动收入 dividend的收入的那个威力 所以这个老同学们 我讲了这个整个过程 你看如果当初他是 有一个同学 他是因为看中大马交易所的生意 然后他发现 哇很便宜哦 然后他买入 然后他买入 然后你再算一下 然后你再算一下 dividend原来可以有那么多 还没有讲完 你再算一算 多少年可以拿回你所有的本钱 想象一下 如果你买入成本是五块 今年他就可能给你五毛 如果一个不小心可以给你 一个不小心可以给你 接下来的九年 剩下来的九年 每年平均五脚钱 可能有时多有时低 我不知道 他的profit可能会有这个波动 我就平均吧 未来九年 平均再收多五脚钱一年 你一共用了十年的时间 就将你投资在大马交易所身上的本钱 全部拿回来了 比你买房地产 好像还要回本的快 OK 十年的时间 你的房产可以升一倍吗 我相信很难 对不对 当然你用杠杆 我都不用投期的 对吧 我直接拿到lone100% 我还有钱拿回来 另当别论了 当然我不是贬低房地产的投资 房地产跟股票各有钱 我不是房地产的高手 我就不讲了 我对房地产的所知很有限 你想象到吗 马来西亚的交易所offer你 可能是十年就可以回本 拿回你所有的本钱 然后你还继续持有他的股票 收dividend 然后你回了本周 回了本周干嘛 再拿这些钱 买别的股票 下一个股票 养下一个这样子的股票出现 对吗 所以 你从头到尾都是在结合着 一个 我跟你们讲到的 农夫的精神 对吗 你不是在做hunting 你是在做农夫 你在耕种 耕种然后每年有收成 然后十年后 整个果园都熟了 对吗 所以你就是收获更加丰富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个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思考 有很多的观点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case里面 我原本是要回答 有些同学问的 我现在赚了一杯 要不要走 从这个角度去讲 有答案 问我这个问题的我的学生 他有答案 他的买入理由 参考回去 现在 他根本没有卖出的 没有卖出的理由 所以他就决定 继续做下去 OK 所以如果他原本就打算持有这个资产的话 你需要注意 你是需要承受这个资产的 你是需要承受这个资产的价格波动的 股票的价格波动 比很多的 asset cost 比黄金 比这个房地产的波动 可能来的厉害 这个是你买股票的时候 你必须要接受的 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holding power for这种生意 他一定是 一定生意越做越大的 成交量一定会越变越大的 所以你的股票 可能在两年波动下来 你不理他 好像你住的这间屋子住的很爽 我就不理他了 涨价跌下关我什么事 对吗 我secure了每一年的10%的dividend 以上 I'm happy 我继续hold 他又一定又升回上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讲 他跌下来怎么办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跌下来我没有卖的怎么办 我就反问你 那你不再hold一下 你再hold一下 他就回来了 对不对 because you are holding a high quality asset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做 当然如果行业出现重大变化的 另当别论 但大马交易所可以怎么变呢 我真的是想不到 目前我forsee不到 当然你要monitor 你当然要monitor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的那个 你前面做对的工作 那你中间就剩下monitor的工作罢了 你都根本不用反悔 要不要卖掉 我卖掉 跌下来之后 我再买回 对吗 OK 所以从这个思考的角度 从那个思考的角度的话呢 我们再看回你们自己赚到钱的那些股票 你应不应该卖 就会有很多想法了 你就会去像我刚刚分析到买交易所 这样子 你就会看那个公司 它的nature of business 是consistent来补杀 还是它会波动的 你会想这个问题 你需要想这个问题 OK 这一轮 有了之后 就没有了 的话怎么办 对吗 所以第二个 你买的其他的公司 他有没有这么强的现金流 能够support他dividend 派发 他派发的dividend的大方程度 有没有像大买交所这样子 当然我不一定要求他全部这样子 but你可以算的嘛 有些公司可能是50%的payout 每年都分一半出来的 那他分一半出来都好啊 那你算一算 你的买入成本 预计他今年的利润 能够lock in多少%的利息 未来多少年可以回本 多少年可以回本 其实就是你的本益比来的 我刚算如果大买交易所 每年分五脚钱 你其实五块钱买入的人 你是十倍本一笔 10 times PE 你买到大买交易所的资产 你择抖啦 十倍本一笔买到交易所 这种稳赚的生意的股权哦 这样子的成本呢 你怎么可以随便放手 除非你等钱用又另当别论 对不对 所以这些 你就要去套回去 思考回去 你自己买的那些股票 当然你当初买入到底是看value 还是乱来的 那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嘛 如果你是乱来的话 你就不能够用我们这种方式了 因为你买的股票 可能它不是一个value stock 它不是一个 它的生意能够这么的 consistent的一个对象 对吗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种分析 我要不要卖掉我的股票的方法 只是其中一种 有很多种不同的出发点 不同的人的状态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统一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给一个完美的答案 对不起 没有办法 OK 但是这个方法 参考回去 看是不是适合你用 来 support你以后 更棒的投资决策 对吗 今天晚上 我要讲的东西 我最想讲的东西 没想到够时间讲完 我很高兴 虽然前面 哔哩巴拉的讲了一大堆 关于手套骨的一些讲法 有些东西 我又想了像 其实我有些东西 我刚刚讲了一半的时候 我又决定没有讲 所以前面的手套骨 可能听了有点闷 没关系 大马交易所的这个案例 关于解决 怎么样卖这个问题 我给了一些 很重要的看法 是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大家有帮助 所以如果觉得 这个东西有学得到的话 是当然要点赞 要分享了 以及要给 陈建老师的 这个Facebook page 给一个 5 star的 recommendation 对不对 每言几句 让我有更大的动力 每个星期来 跟同学们在这里 做分享 对吗 当然最好可以参加 我们的Value Farm APP的课程了 明天就要开课了 OK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东西 已经很够大家 消化了 好吗 so 再次感谢我们今天 所有同学们的捧场 就算有时候没有到最后的 我都非常感谢 因为好像我们今天的数字 是创了新高 感谢各位的support 希望下个星期 我们依然会有 这些好的分享 在这边跟大家做做 这个讲解 OK 就到这边了 晚安了 各位同学 Good night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